新书快报 我之所以称为我 是因为我有自信 我有能力做判断 而且呢我的过去现在 我经历的所有事情都会连续性的 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但是这些判断记忆情绪都是真的吗 新书快报为您介绍一本 可能会摧毁这个自信心的书哦 它是一本心理学的实验书籍 书名叫做 为什么你没有看见大猩猩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呢 为您请到了说书人吕维正来为我们介绍 维正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书的书名 为什么你没有看见大猩猩 里面大猩猩指的是什么 讲到这个大猩猩 其实是这个研究团队 它的一个很有名的实验 也让他们后来得到这个搞笑的诺贝尔奖 那这个实验呢 表面上是需要我们所有的受试的 这些观察者去看说 在这个里面的人 影片里面的人到底传了几次篮球 但是实际上呢 他其实是想要测试我们 在算这些篮球传球的次数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看到一个 从画面的右边走到左边的一个 那个人扮演穿着喜服的大猩猩 那是不搭嘎的事情放在一起 对对对 这个不搭嘎就是 他想要实验出来一个核心的概念 就是我们这些受实验的人 就得到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今天看这个影片的目的 是要去计算传球次数 所以我们都会把注意力放在 到底传了几次球 但是相对来讲 在我们算这些传球次数 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那这个影片 其他一些我们觉得不相干的一些事情 会不会我们就把它忽略掉了 比方说大猩猩从这个荧幕里走过去 这个并不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会不会就因此完全没有注意到他 这个是这个实验的目的 好过分的实验 他根本是不是在测这个A 结果是跟我们看到B的东西 其实这个就很像是一种整人节目的感觉了 那这个整人 他也让我们见识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注意力其实也颇好的 我该注意的时候 其他通信通视而不见 但是应该如果开车的话 这样会有危险吧 对啊 其实这个实验告诉我们 其实你开车还真的是有危险 比方说以这个 以台湾来讲 就是我们今天开车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注意路上的路况 比方说有机车 有这个汽车 小心不要互相相撞 可是我们常常在开车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撞到行人 是因为我们都看了太多的汽车 看了太多汽车 我们觉得说 这可能是我们相对来讲 一个比较大的威胁 可是行人从那种很奇怪的 那个路边冲出来的情况 毕竟就是比较少发现的 我们可能就会不会去想到这个事情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可能会没有看到它 我们在看传球的时候 没有看到大猩猩是一样 那我们乡民一直在骂 那个马路上有三宝 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三宝 它出现的方式 通常是我们很难预料的关系 这个书名叫做 为什么你没有看见大猩猩 它有个很重要的副标题 叫做教你摆脱六大错觉的操纵 那这六大错觉 我们刚刚讲的是注意力 还有什么呢 除了注意力之外 我觉得对大家冲击比较大的 恐怕是记忆力的错觉 这个记忆力的错觉 就是说我们可能一直都以为说 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记住了 它这个过程所有的细节 但是实际上心理学家们发现 你并不是记住所有的细节 你可能记住了 这个世界的一些关键的事情 但是其他的一些 不是很重要的细节 你没有记住 你只是当你需要回忆的时候 你从你的记忆库里 随便抽一段东西拿去 把它填补起来而已 就好像你有一个 记忆的道具库的概念 你可能有一段东西 是可以在很多记忆重复 被拿出来用很多遍的感觉 你并没有真正全部都记住 好可怕 如果我相信我所记得的事情 其实并不是真的 那我这个人还是不是我呢 我想到现在网络上 不是很多新闻都讲说 他先跟那个男的黑手 然后后来就告他性侵 这种事情 是不是他们的记忆力有选择性的 或者是会受到其他东西影响 真的是有可能 就是你可能会把根本不是 你曾经经历过的事情 把它拿来用 那一段记忆可能是另外一个 你曾经经历过的记忆 但是你可能因为这样一个过程 就把那段记忆放到这一段记忆来 然后你就会以为说 当时是这样 就好像我们常常看很多美国影集 那个法庭上面 这个目击证人常常会言之错错的说 就是那个人 然后他他在那个街头做了什么事情 他穿了什么衣服 然后这样像这样 结果往往会被这个反变 那个律师突破了这个谎言说 其实你根本没有看见 或者是他根本不是穿你所说的 那个衣服的颜色等等 像这些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于 你并不是真正全部都记住 有很多是后来拿来填补的 这样一个结果 为什么你没看见大信心 这本书里头有六大错觉 而且是操纵这件事情 操纵指的是说 如果有人有心 他其实可以用这个事情来影响别人的 那我想要影响别人的 最常出现就是 我故意害你 然后可以让我获利 像这种骗局 就最常出现这样子的事情 那这个可以操作的 还有哪一些错觉呢 可以操作的错觉 我们先讲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所谓的自信心的错觉 就是如果你表现出一副 很有自信心的样子 那别人也可能觉得 你好像真的很厉害 这个真的就是所谓的自信心错觉 而且这个我们也比较容易了解 那我们再讲一点 稍微复杂一点 像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一个所谓的莫杂特效应 就是莫杂特的音乐 对于脑部发展 脑部的潜能的开发 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现在有很多产品 都是针对这个婴儿啊 胎儿 甚至就是所谓的胎教嘛 这个小孩还没有生出来 结果妈妈就要听莫杂特的音乐 可是事实上这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潜能错觉 就是说心理学家研究已经有发现 所以脑部的一些 这个潜能开发可以做 但是并不是像莫杂特的音乐 这样的一个效应 比方说你可能要常常做 这个数字方面的练习 你可能在记忆数字方面的功力就会大增 你可能要在文字方面的练习做好 你可能文字方面的记忆会大增 但是听音乐并不会让你的脑袋有很好的发展 而且重点是心理学家还特别强调 这些实验都是针对成年人或者说大学生 从来没有人去针对婴幼儿去做这种研究 所以这种所谓的莫杂特的效应就有点像是在骗人 哇所以说他这个莫杂特效应如果说真的去做实验的话 他可能没有办法经得起那种多次实验的检证 所以现在如果要卖这些东西的人可能就要小心一点了 那这本书叫做为什么你没有看见大猩猩 教你摆脱六大错觉的操纵 介绍这本书的时候一开始我就讲到说 好像看到一半会觉得说 信心顿失啊 我到底还是不是我 我自己所记忆的我感受的我的情绪 我自觉的东西全部通通可能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 那会不会是看到后来大家觉得说 那还是不要看这本书好了 那我自信心根本就不可能回来了嘛 对啊其实这个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比方说我可能会知道 我在之前已经知道一些 我可能常常会犯的一些错误 可是你说像注意力的错觉 或是记忆力的错觉 这个连我自己都没有去想过 所以我也会有一种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活 可是我觉得其实大家也不必如此的这个担忧啦 我觉得其实这本书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说我们其实需要谦虚一点 就是说我们可能记住的东西 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样子 我们以后可能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不要一副说 对他就是那样 我很笃定 就是那样完全没有错 他是希望我们用一个比较虚怀 若骨谦虚的态度 不要再对那些 其实你不是很肯定的东西啊 放出那么多的自信 因为你的自信很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不好的结果 那我觉得另外 这本书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不只是对我们自己啊 尤其是对其他人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提高警觉的方法 今天他看起来很自信的样子 那我们需要提高警觉说 也许他根本就是没有那么厉害 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这么有自信 但是事实上我们可能要有个警觉说 他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厉害 那如果是有关于注意力的这个部分 我想到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 就不要只注意可能的汽车跟机车 我们要注意各种可能会出现在后视镜的东西 对啊 这个就有点像是一个 我们尽可能提醒自己 然后去训练 虽然说这个东西可能也不见得会有多大的好处 但是起码在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开车的时候绝对不要讲电话 连免职听筒都不可以讲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讲电话 不管有没有用手拿手机 你讲电话其实是你主要的任务 你就已经分心了 你就不能把车子开好了 所以绝对不能讲电话 好 这本书呢 书名叫做为什么你没有看见大猩猩 从这个猩猩的实验开始 我们其实都在专注看什么东西的时候 根本没有看到旁边就出现了一只大猩猩 那他的书副标题叫做 教你摆脱六大错觉的操纵 是由天下文化出版 今天非常谢谢说书人吕维正 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谢谢维正 谢谢大家 欢迎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新书快报 谢谢大家